你的手怎么了 受伤了吗 没事 我是育的营师嘛 受点伤在所难免的 你究竟办的是什么事啊 非要伤着自己才能完成吗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走 吃东西去 你能看见我吗 回去 我去 你 我去 长叶 你就别再跟着我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 再过不久 我们就可以自由了 等我回来 三日之后 张先生会来谷中去交给丹珠 父亲会亲自接待 不会轻易离开 这也是我们分开 父亲和青叔的最好时机 届时只要把青叔引至隐秘处 你会一同下手 阵法虽成 但青叔身法明显 若是他避开偷袭逃出阵法 我们便再无反击之力 生死之间 只有五成把握 世间艰陷之事 向来九死一生 若只有五成 那也值得一步 你不能出去 云河吩咐过我 你别让我难做啊 凭你的功力 拦不住我 我们南海百换蝶的灵魂 可是很厉害的 稍微一点巨兽都会晕倒 你别逼我用绝 稍 我差点忘记了 你们娇人还需要什么零食啊 你们本身就是 会自产珍珠的巨宝盆嘛 我不想再被瞒着了 齐云河每天到底去做什么了 你告诉我 我就把它给你 可是云河嘱咐过我 我不能对你透露半点信息 但是没说 你问我问题 我不能点头或者摇头 我说 林浩清之前 决意要驯服我 可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是云河拦住了他 云河为了我 和林浩清做了交易 他每天晚上出门 都是去见林浩清 那他每次回来都很累 身上还总是有伤 他是受了林浩清的委屈 换我的平安啊 林浩清虎狼之躯 逼他尾身 不 这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你都是从哪里学的词啊 云河到底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去找他 你不能去花海 你还是睡过去比较好 花海 好 请 我 逼一下 蓝你 什么 米上 你 你不可以给他摸一摸 也不用委身他 他不能欺负你 长夜 我可以跟你解释的 没有什么委身不委身的 我与兄长 只是在商议事情罢了 我与云河之间的事 与你何干 你和他有什么事啊 林苍兰的事情 你要和他一起 冒险对付林苍兰啊 那你为什么瞒着我 不告诉我呢 我可以帮你啊 你有什么资格 兄长 这是我与长邑之间的事情 也与兄长无关 兄长还请早些回去歇息吧 长夜 先回去再说吧 该跟你聊的 注定讨不公 长夜 你饿不饿 你饿不饿 累不累啊 要不要我给你烤个红薯吃 我不饿 我不想吃任何东西 我要听你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是我决定要瞒着你的 林苍兰是我的噩梦 我必须要亲自面对 若是万物一失的话 我定会将一切都告诉你 只是现在只有五成的胜算 我不想让你也卷进来 为什么 你也不相信我能帮你 我信 只是我也怕 你一行为我 却忘了自己 你为我付出太多了 我只想保你暗号 我只想保你暗号 就算我自己出不去 我也不想让你折在万花谷 远航 你想得不对 我们娇人生生世世已双人 面对强敌也不会分开 但你呢 遇到危险 只想让我一个人好 长夜 如果要一起面对 可能就是死 你不怕吗 当然不怕了 要么一起好 要么一起坏 这才叫在一起 哪怕是死 若能携手 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也是 有些事是我想错 我们俩疯过闯过 也努力过 只要在一起 就没什么好怕的 不怕 你五分 我五分 加在一起 就有十分的胜算 看来你这聪明的小脑袋瓜 已经想出什么办法了 在海底 我是族里最厉害的猎手 说到围猎 我比你们强 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不过 不过 我不喜欢那个林浩清 帮你可以 帮他不行 长夜 你怎么尾巴那么大 心眼这么小 对了 有一件礼物 我本来打算出谷后再给你的 如果我一会儿给你的话 你要保证不再生气喽 礼物 你 睁开眼吧 怎么样 我找制造仙君手下的仙罗做的 以后等我们逃到仙岛 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是一起的 给我看看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等我们逃出去以后 再找人做更贵更好看的 不用了 我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大尾巴鱼 你何时学会这般自夸了 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就夸我好看 不是吗 也对 我说 允和 那个 摸一摸就会好的法术 我有些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了 你和林浩清炼阵 如果她受伤了 你不能给她用这个法术 好 取 取小心也不行 洛洛最好也不要 好 好 以后这个法术呢 就只属于你一个呀 嗯